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尔博塔省麦克莫里堡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这场火灾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多个国家表示可派救援队伍协助灭火 截止到目前为止 灵火燃烧面积已经超过24.1万公顷 9万4千人被迫离开家园 大火无情 人有情 火灾发生以来 加拿大各地纷纷为撤离的民众捐款捐物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华铁卢地区华人联谊会也自发地组织了此次振灾意脉活动 为受灾的群众捐款并募集物资 活动得到了众多姓名和商家的鼎力支持 记者从现场可以看到 参加意脉的物品有食品 服装 工艺品和文化用品等 据了解 意脉一眼所募捐的所有物资以及款项 将全部交给加拿大红十字会 用于支援受灾的民众 在本次慈善赈灾活动中 老年俱乐部 女子俱乐部 太极俱乐部 华铁卢大学Lumlite舞蹈团等团体 及小朋友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尽管天空不作美 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阻挡参与活动的民众们的热情 参与一眼的演员们在大风中仍然展现了迷人的风采 有空谷 空谷 家庭 家庭 孩子们都在一起 一样我们能够遇到任何事 我们一起来 支持我们的同众 中国和中国的同众 能够帮助很多人 这样的不太好天气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代表了 华人的精华 为加拿大这个灾情的捐款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 我们有那么大的别的想法 我本能的想法 说我女儿一样 妈妈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小朋友 那就这样 我们的邻居失火 我们应该出手相助 另外八年前 加拿大人民加拿大政府 也支持了中国汶山地震 有大概可能6100多万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在这表达一些我们的心意 另外我们还连线了 爱德摩顿华人商会会长 撤离居民安置一宫 邓小枫先生 他为我们介绍了 那边的最新情况 另外邓先生也强调 目前有两种人感觉比较困难 一种是没有保险和持工签的人 大伙让他们失去工作 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 另外一种人 就是提供免费时速的爱心人士 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奉献下去 恐怕会不堪重负 首先我们就是在这里 感谢大家对于这边 特曼华人的帮助 因为他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帮助 而且因为他们自己 从受到火灾出来以后 事情都不好 但是看到大家在不停地帮助他们 到处为他们鞭卡 所以他们心里很温暖 但是因为你那种 比如说捐物的那种 但邓先生强调 最好的捐助方式还是捐款 因为捐物很可能无法匹配居民需求 容易造成浪费 邓先生表示 大家有信心战胜困难 这个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 因为主要我们人在 所有的东西都会 一定都会来 重新买负 众志成神 大友之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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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